好 继续来看机器人的运用 真的是越来越广泛了 来看看世界机器人大会 21号在中国的北京登场 机器厨师机器人能够做出美味的煎饼 吸引大家来试吃 而英国研究出能够协助中风患者的 附建机器人 另外英国的新创公司也推出 结合人工智慧的除草机器人 可以分辨杂草跟作物 还会收集农作物的健康资讯 远端发送给农民 而意大利则是推出了一款 新型的机器狗 可以在沙滩上快速的捡取烟蒂 还能把体积比较大 无法捡起来的垃圾 先标记起来 维护当地海滨清洁 旋转热铁盘 铲子轻轻铲起盖上 送到出餐口 一份新鲜现做的天津煎饼就出炉了 这个手码 选择你要买的煎饼的款式 它多有凉满 一种算辣的一种不辣的 我感觉是不辣的 大口咬下 脸上洋溢幸福表情 谁能想到这样一份在地客制化餐点 竟是由机器人自主完成的 展望是好 但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还是很大的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 21日上午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异创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为期五天的大会现场 除了展示机器狗 煎饼机器人等产品 还有头戴招牌东坡帽 身穿古代服装的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机器人 一亮相顾似真人的面貌 立刻隐瞒为观 在家庭里面 其实对我们来讲 情感交流 情绪价值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器人 很生动的 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他可以作为我们家里面的管家 为我们来进行服务 所以不管是这个独居的老人也好 还是这个一些年轻人也好 还是孩子也好 其实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来陪伴我们 这届大会共有169家企业参展 推出600多件创新产品 首发新品更有60款以上 其中有27家推出人形机器人 是历来最多 之前的话 人们只能用一种编程的方式 去解决机器人的动作问题 而我们的话 是完全采集人的数据 用Lendingbeats的方式来去做 机器人运用越来越普遍 最近在肯亚奈洛比 有一家咖啡厅将开门迎客的服务生 从真人换成了机器人 不只会说欢迎光临会送餐 还会唱生日快乐歌 帮客人庆生 由于在当地 机器人服务生相当新鲜 因此吸引了大批顾客上门 机器人更在医疗场所成为人类好帮手 英国的机器人博物馆与奥地利理工学院合作 推出新型复健计划 研发机器人担任中风患者的物理治疗师 帮助病患恢复身体机能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医院 也首次派出机械手臂为病童进行肾脏手术 只是背后实际操刀的 仍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 英国一家农业科技新创公司 则推出结合人工智慧的除草机器人 不仅可以分辨杂草和作物 还会收集农作物资讯 发送到控制系统 让农民不出门 也能远端观测作物的健康情况 意大利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 新型机器狗维罗 靠着四只脚移动 就可以在沙滩上快速捡取烟地 同时它还能把体积较大 无法轻松捡起的垃圾 先做定位记录 方便人类浸滩时处理 希望降低人为污染 对地球的损害 TVBS新闻综合报道